据起案件本月13号早上发生在八打零赛野SS4B路 根据B路电视画面 事发时怀疑牧师徐景成独自开车经过现场时 被三辆修旅车四面八方包围后被逼停车 而后方还有两辆轿车和两辆摩托车尾随 牧师之后就被强行掳走 更惊人的是 事发期间有两名公众开车经过时 还有人叫他们退车离开 整个掳人过程非常专业 案发至今已经22天 家属都没有接获任何要求赎金的电话 妻子苏珊娜更悬赏一万令吉 要求知情者提供下落 不过依旧毫无进展 在案件没有突破之际 有人盛传牧师已经遇害 也有人指干案者包括警员 警队一哥今天驳斥这项说法 同时要求各界不要胡乱揣测 因为这不仅会让警方的工作难上加难 还威胁牧师的生命安全 卡丽根抨击 两天前有人为牧师举办的祈祷烛会做法 将受害者处置于更危险的处境 要求大家闭嘴 People are holding candlelight vigil again You are only putting the life of the pastor in danger We have cases where kidnappers will hold on to the victims for months They will only respond when it is safe for them to respond So I would like again and again to call upon everyone to just allow us to do our work And not to put this pastor into more danger I should say please shut up 卡丽表示警方将从三大角度撤查案件 包括案件是否涉及私人恩怨 第二就是朝着极端分子活动角度调查 以及绑架勒索方向追查 另外针对重庆党副主席拿督姆加西早前毛遂自荐 要求与绑架者谈判 卡丽反问对方 如今都没有人打电话要求赎金 姆加西到底是要跟谁谈判 欲请对方沉默就好 让警方调查 至于牧师家属也呼吁大众不要再散播谣言 希望大家给予警方调查空间 让案件早日水落石出